我们将它的主要的一个结构创建出来 好在这里我们首先对这个位置的外部的一个形状做一下调整 现在才与二楼的这个顶部已经平齐了 继续我们再寄出一个高度 按住Ctrl键 然后在这里对它上面的线做一下切割 在这里再寄出它的一个高度 从上面的这个顶平齐 在它的这一侧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露台 我们需要将它在这里创建出来 首先我们在这里先将它的辅助线绘制出来 确定它的一个大小 将墙底的厚度回出来 在这里还创建一个门 门的宽度我们测量一下门的一个宽度 这个地方是一个大于弧度的一个线 我们需要将它这个面在它的基础上先把它绘制出来 好我们将这个截面绘制出来 然后在这里也将它挤出一个高度 它的高度一直上升到这个顶部 好在这里还要创建出一个面 我们将这条线和这个线之间的一个线 绘制造出来 然后挤出这样的一个厚度 然后挤出这样的一个厚度 我们在它的基础上 我们在它的基础上 从这个地方挤出一个楼板 到这个地方来 先将它楼板的一个厚度 标入出来 或者它楼板的一个厚度 好我们将它挤出这样的一个宽度 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我们在这里挥出一个线 因为这边的墙底是一个这样一个 有一个角度的 所以我们将它的这个面 先挤出一个 到它表面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 已经超出了这个墙去了 接下来我们采用一个交错的形式 先将它炸开 这个也炸开 然后选择 这个面 上面的这个面 那选择以后采用交错的形式 像这个地方 删除 这个面翻转一下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面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面 在这里创建出一个墙体的一个厚度 它的一个高度 然后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挤出它的一个长度呢 从这个面拼切 在这里 将它这个地方的这个线 切割一下 挤出它的一个长度 从这个线平起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这边的这个线 连接一下 挤出一个高度 从它这个短点平行 好通过这样的创建 这个三楼部分的这个 一个阳台的外侧 我们就创建完了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路台的部分我们也创建完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顶面 我们将它的一个 楼的一个底板的一个厚度 创建出来 然后在这里挤出它的一个厚度 好在这里将它挤出来 它周围的这一侧都是一个玻璃幕墙 我们先将它的一些外部的裙照创建出来 最后再添加它内部的一些门窗 好 接下来我们对它这边的这是一整块的一个玻璃幕墙 我们对它做一个洞口的处理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墙体 在这里将楼板的这个厚度 先测量出来 好 好 我们将它的这个洞口创建出来 将多余的面删除 好 它的顶部还有一些面 我们将它封口 检查一下 可以看到上面有些面 没有封口 我们需要将它封闭一下 这样将它这边的这个玻璃幕墙的一个洞口就创建出来了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对这边的这个墙体 它这边这个墙体的上面也是由玻璃幕墙构成的 我们将它的洞口先创建出来 好 墙体的这个 将下面这个楼板的这个高度还要测量出来 将下面这个楼板的这个高度还要测量出来 在上面这个地方的这个楼板的一个高度还要测量出来 好 我们再向内启入 将多余的面删除 然后在这里 这边还需要将这个墙体的这个厚度这个地方要扭出来 好 好 在这边的窗户的洞口就创建完了 好 在这个地方 它还有一个 从一楼到二楼的一个楼板 楼梯的一个楼板 我们将它的一个位置创建出来 好 在这里再挤入它的一个距离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这边这个区域的它的外观主要结构的创建 接下来我们继续完成这边的起居室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创建